第2566集 文言 众人全都应喝道 显然他们对镇元殿的人已经恨之入骨 叶晨看着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 不由得胆然一笑 不用担心 这件事有人会做 听到这话 杨千玉等人一正 随后不确定地看着叶晨道 凤玉思?大师兄 这女人对镇元殿忠心耿耿 是镇元殿将她养大 她真的会杀了那些家伙吗? 放心 凤玉思是重情重义 但不是蠢货 她知道该做什么 叶晨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随后看向四周 这里被一颗颗星辰环绕 是一处绝佳地点 随即 叶晨便取出了龙啸石 这龙啸石只有核桃大小 但是表面却刻画着一道道龙纹 而在龙啸石内部 还隐隐传出一声声威势震天的龙啸 恢弘的龙威从龙啸石之上弥漫开来 叶晨眼中光芒闪动 这龙啸石内部蕴含着一道龙啸 这是有人封印在石头之中的 做这件事的人实力恐怕超绝 而在这时 叶晨却接连听到两声 灰红震天的龙啸响起 接着在这浩荡环宇之中 有无尽光芒涌现 连阵法形成的环宇假象都冲破 显现出各宗之人的身影 在两道龙啸传来的地方 却是站着两队人 正是正邪殿的人和圣火宗的人 此刻 正邪殿的首席弟子 目光冷然地向叶晨看过来 而圣火宗的宇文火 也看向叶晨 两人的视线都凝聚在叶晨的手上 那颗龙啸石 真散发着一道道无形波动 哼 没想到 你们这群废物也能得到龙啸石 不过这样更好 省得我再去找你 正邪殿首席弟子双瞳绽放寒芒 冷笑着说道 我在最终考验之处 等你来送死 而另一边 宇文火确实看着叶晨 眼中浮现一抹隐晦的笑意 从叶晨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此刻 正邪殿与宇文火两方队伍的前方 还有一扇光芒万丈的门户显现 随即他们便迈步踏入其中 门户关闭 映照这方环宇的光芒 也渐渐暗淡 各宗队伍的身影 在渐渐被黑暗遮蔽 只是此刻所有人的目光却都汇聚到叶晨等人的身上 不光是宇文火二人 察觉到叶晨得到了龙啸石 这些人也同样发现了这一点 此刻目露贪婪之色 向着叶晨所在的位置 暴冲而来 不好 看到这一幕 叶晨眉头微皱 他也没想到 龙啸石动用之时 竟然会引发这般异象 自己的位置 被正邪殿与圣火宗暴露 既然如此 我们也走吧 随即 叶晨看向杨千玉等人 手掌握紧龙啸石 直接灌注灵气进入其中 转瞬之间 龙啸石再度爆发出无尽光滑 耀眼的光滑再度将环宇照亮 叶晨等人的身前 也出现一扇门 另一边 各宗队伍确实暴跳如雷 他们距离叶晨等人 还有一段距离 根本来不及夺取龙啸石 各位 一等势力的位置 我六道宗坐定了 此刻 叶晨看向各宗队伍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下一刻 直接迈步走进光门 杨千玉等人连忙跟上 该死 在光门关闭的瞬间 一道身影爆杀而来 却一剑刺在了虚空之中 不由气地怒骂 而此刻各宗队伍 也渐渐赶到了这里 三颗龙啸石都已经被人用了 他们已经失去了 争夺一等势力位置的机会 一个个面面相去 相对无言 另一边 叶晨踏入光门之中 却是发觉自己出现在一片石洞之中 而石洞之中 则摆放着一个顶炉 除去顶炉之外 石洞便平淡无奇 只剩下两侧的巨大琉璃墙壁 这琉璃通透无瑕 仿佛透明一般 叶晨转头望去 却看到了正邪殿 与圣火宗的队伍 大师兄 此刻 杨千玉等人 也陆续通过光门 进入石洞之中 看到两侧的正邪殿 与圣火宗 不由地吓了一跳 六道宗能够走到这一步 全靠叶晨一个人撑着 而杨千玉等人 虽然对叶晨充满信心 可是面对正邪殿 还是心中发虚 若是正邪殿不顾规则 直接打破流离墙壁 要将六道宗 与圣火宗的人全部屠戮 他们必定拿下满分 而他们根本抵挡不了 因此 杨千玉等人 都面露担忧之色 反倒是叶晨 胆然一笑 十分镇定 放心 他们过不来 叶晨嘴角勾起 一抹弧度开口说道 文言 杨千玉不由地看向叶晨 刚想开口询问 却听到左侧正邪殿 所处的山洞中 传来了一声震响 另一遍 正邪殿的人灰头土脸地 透过透明的琉璃墙壁 望过来 面色狂怒 杨千玉的猜测没有错 正邪殿的人 刚刚想打破琉璃墙壁 直接把六道宗 和圣火宗淘汰 但是一击下去 却遭到反阵 让整个山洞震颤不休 落下无尽灰尘 琉璃墙壁 却是毫发无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墙壁可是盘心琉璃石 别说他们 哪怕是正邪殿的宗主来了 也撼动不了 叶晨看着正邪殿一众狼狈的样子 却是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玩味地说道 听到这话 杨千玉等人愣了一下 下一刻却是哄堂大笑起来 现在笑 等一下有你们哭的 此刻 正邪殿的弟子勃然大怒 直接隔着墙壁开口威胁道 闻言 叶晨淡默地瞥了他一眼 却是丝毫没有在意 直接将自己准备好的炼药材料 取了出来 看到叶晨取出的炼药材料 整邪殿的众人 却是瞪大了眼睛 吃惊无比 就连圣火宗的人都忘了过来 直见叶晨周身 一株株灵气浩荡 鸿蒙之气流转 单看脉象便知道 绝对不凡的灵药 有十几样 这些灵药之中 有不少他们都认识 此刻不禁开口念了出来 雷鸣见心草 圣气灵珠花 白鸟朝凤莲 正邪殿与圣火宗的人 震惊无比 叶晨手里的炼药材料 全都是顶级的 远远比他们掌握的品质 要好得多 原本他们认为 自己在秘境之中 搜寻的灵药 已经颇为不俗 用来炼制药材绰绰有余 必然能够在考验之中胜出 但是看到叶晨拿出的灵药 却是心中没底了 实在是因为 叶晨获得的材料品质太高 就算是一个炼药水准极差的人 也能炼制出功效超绝的灵丹 该死的家伙 这炼药考验恐怕要被他拿下了 此刻 正邪店的人咬牙切齿地看着叶晨 恨不得将叶晨生吞活泼了 对于他们的怒目而逝 叶晨却是毫不在意 淡然地拿起药材 以朱朱地投入面前的顶炉之中 炼丹是一件很讲究心性的事情 之前在暗狱之中 玄寒狱的指导 已经让叶晨的炼丹水准超凡入胜 此刻开始炼丹 立刻进入了忘我的状态 根本不会被外物所影响 只可惜玄寒狱 在自己离开暗狱之后 就暂时陷入了昏迷 还未苏醒 不然会更加简单 八卦天丹术施展 叶晨手中一株株灵药 仿佛有灵质一般 主动配合着叶晨炼质 没过多久 几枚药香扑鼻 灵气浓郁 甚至让整个山洞陷入一片雾气 凝聚出灵气水滴的灵丹 炼制而成 在这过程中 正邪殿和圣火宗 专门挑选出炼制丹药的人才 都忘记了手头的事情 目光痴痴地看着叶晨 等到反应过来 手中的材料已经完全毁掉 不能再用 废物 此刻 正邪殿的首席弟子目光一寒 一巴掌将这名炼药的弟子 扇飞出去 而另一遍 宇文火看着叶晨 摇头失笑 却是让炼制丹药的弟子退下 不必再费功夫了 这家伙的材料品质这么高 炼丹水准这么超绝 就算你继继续下去 也不可能胜过他 宇文火倒是看得通透 也猜测到叶晨能够获得这么多好材料 很可能与他们身边的那只金甲破灵兽有关 因此 宇文火也暗自猜测 叶晨手里的炼器材料品质恐怕也是极佳 不过叶晨在炼丹一道上有如此水平 炼器应该就不行了吧 只是这个念头刚刚浮现 宇文火的眼睛却是一瞪 不可置信地看向叶晨 只见叶晨手中浮现几块星光璀璨的死星石 还有其他各式炼器材料悬浮于周身 而叶晨炼器的过程竟然比炼丹更加轻松 材料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掌控 在顶炉之中熔炼翻飞 转眼之间 一柄寒气森森锋芒毕露的长剑便炼制而出 这长剑一出现甚至有雷劫凝聚 这表明了长剑的不凡 而对于这雷劫 叶晨却是随手一挥直接驱散 随即将长剑扔给杨千玉 我看你是用剑的 这柄天雷鸣新剑便给你吧 杨千玉接住长剑却是目露惊喜之色 这天雷鸣新剑与他完美契合 而且蕴含着雷霆之力 比他如今带着的六道划封剑要好了多 有这天雷鸣新剑 他的实力要最少提升三层 多谢大师兄 杨千玉没有客气 收好长剑冲叶晨保全谢道 不必多谢 叶晨淡然一笑 而在此刻山洞也陡然震动起来 接着山洞的顶部竟然分开 露出外界的苍茫蓝天 柳道宗炼至红光绝尘丹 品质上上城 炼至天雷鸣新剑 品质上上城